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在窗林大雨的日子 怎樣可以在家裏和同學做一些學習 很簡單,主要是用了Kahoot和Google Classroom 可以讓大家很方便的練習和學生做 首先要去Kahoot,然後就登入自己的帳戶 很簡單,就登入 登入後,你們可以找到自己之前做的Kahoot 例如我用學校英文的帳戶 然後找到一些相應的Kahoot 我想選擇哪一個 我會選擇哪一個 進入之後,你會發覺我們平常是在班裡玩的 其實還有一個Mode叫Challenge 你按了去Challenge 其實它就自己問你了 你會不會選擇什麼日子,設定什麼日子 好了,全部都選擇了 我看到這條連結,我會選擇這條連結 OK 然後我開到Google Classroom 我開到Classwork 然後就加一個功課 通常我會選擇 因為Kahoot,我不用它們交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New Material 然後就可以打 然後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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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有一條連結 你可以選擇 然後可以選擇 然後可以選擇 所以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所以我會選擇 說你自己做的一些Kahoot 其實你還可以在Discover 這裡找到世界各地不同的Educators 做的一些Kahoot 比如我如果想打Primary Math 這樣才說 那就已經有很多了 甚至乎我打中文都可以的 小學數學 那我會選擇 那我會選擇 那已經有很多 那當然啦 你可以用Department的Account 然後在Duplicate 然後再重新改一些 到最後改完之後 你就按Challenge 數同一個步驟就可以了 OK 所以非常之容易 大家加油 停課不停學